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CIX 美洲华尔街 由中文投资网和凤凰卫视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Nanel 那我们一样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带您扫描一下美股三大股指 本周的表现 时间来到周一美股是持续大涨的一个状况 他们美股在2月份的VIX指数 也在周一到达了一个新低点 豆瓊连连收复了师徒 又涨回了1000点 而周一篮球股包括像3N 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个大涨的局面 不过本周在周二周三周四 美股都是大跌 周二主要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首次公开谈话 就给美股市场下了一个马威 鲍威尔认为 目前美国经济 全球经济相当的一个强势 今年美联储应该会至少加息三次 这个加息三次的谈话 立刻对市场造成了一些压力 出现市场跌幅 周三呢 这个加息的话题持续发酵 甚至市场认为 今年美联储有可能会加息四次 这样的三月即将到来的美联储会议呢 就受到了各方的一个关注 周四的下跌原因 主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为市场投下了一个超级震撼弹 特朗普宣布呢 他即将要对进口的钢铁 还有铝来课征关税 课征进口税 分别的税率是25%和10% 目前市场不确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这项政策 课征进口税是要针对所有的国家 还是针对特定国家 但是显然已经对市场 美国市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 并且受到惊吓 周四呢 美国的所有的汽车制造上通用 包括通用 还有美国福特汽车呢 通通是一个大跌局面 分别跌了三和四个百分点 现在市场持续关注 特朗普课征进口钢铁 还有铝的税率的一个后续效应 下周呢 美国即将公布一些重要数据 包括飞农 我们会持续问您来看 市场的表现 以及美股如何反应 欢迎收看CIX美洲华尔街的美股网红达人 我是主持人Nanelle 在我旁边的是Jason老师 我们现在跟Jason老师 一起来看一下 这礼拜的分析师龙虎榜 好的刚刚看完了 本周四位分析师的这个收益率 我已经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Jason老师一直以来都是冠军 我也不知道要讲他们 还是冠军 那在Jason老师讲下 这礼拜的获益之前 刚刚我们有会员 其实提议了说 以后我们这个制度 排名的这个制度 我们除了有一年度的 冠军 亚军 季军 然后还要有一周的 一个月的 就是每个月要归零 从头开始 每个月归零 据说伯仁老师已经大力的 跟会员说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 Jason老师怎么看 没问题 方马过来 愿意接受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每个月都要从头归零 Jason要400 在这个月也要变零 Brand也变零 Ware也是零 可以 没问题 没在怕的 没问题 不管制度怎么改 你都有信心 对 都有信心是冠军 都有信心能够获利吧 是不是冠军 这当中有一些 因为投资的这种期限 和那种长短 可能考虑的不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有的时候 有一些股票可能启动 热身会很慢 但是有一些股票 可能像这种 如果是这种一个月 这种级别的比赛 可能大家如果为了名次 不排除赌业绩 但是赌业绩 就是一把双刃剑 转天也许就是20%的涨幅 也许转天就是20%的跌幅 所以这当中呢 切记 告诉我们其他的分析师 切记急功近利 还是要按上原来的炒作节奏来 切勿急功近利 好 杰森老师的叮咛 这针对哪一位 针对于想改制度的朋友 听到了 逼开头的分析师 逼开头这位 切记者老师在跟你喊话了 他等一下就要上节目了 我觉得确实是肺腑之言 因为呢 很多分析师说 或者说很多基金 正规的大型的基金 不管是私募也好 公募也好 那么为了做业绩 有的时候就容易急功近利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招失手 满盘皆输 所以我觉得呢 这种心态的话呢 实际上并不是 特别有利 对于投资赚钱 是是 好 这像是这个老大哥说话了 意思就是放马过来挑战 但是你也要当心了 我不会让你的 我帮你翻译 白话文就是这样 对 因为这种的话很容易 如果是以月为单位 那么以周为单位的话 你可能会更容易 急功近利 更容易急功近利 所以说 这当中的话呢 可能就相对 比较容易影响心态吧 是是 心态还是最重要 至少是讲一下 这礼拜的心态 食品 你的表现 这周获利的话呢 有所缩水 也是因为重仓 重仓了一只股票 重仓了一只股票 我的投资风格就是 看不准 一股都不满 看准了就是重仓 抱着 然后 现在随着大盘的回落呢 有所回落 但是呢 我看大盘 和这个股票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 所以呢 我还是一直处在 首仓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所以现在是首仓 那下礼拜呢 怎么看 觉得大盘会涨震荡 我觉得大盘的话呢 在目前这个位置上 以这种形态 做历史顶部的 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这种跌幅的话 会把很多的筹码都打飞的 这个恐慌情绪 马上就跑了 马上就跑了 所以说这种顶部呢 呃 刚刚从高位跌落了 那么一百个点 呃 然后在正好 嗯 这个大幅度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以这种形式 做顶的话呢 呃 很难 基本上要不然就是 强力上攻 做顶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温水水青蛙 可能会 比较缓慢的去做这种顶 可能会更可信一些 OK 了解 了解 那另外 杰森老师 这边是不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想看到你本人的朋友太多了 是马上就看到你本人 不管是东岸还是西岸的朋友 两场讲座 是 3月18号 24号 跟我们分享一下 3月18号的话 我们会在 呃 公司 这个 是 盛盖博西也对 是 然后在这儿呢 会有一场讲座 关于呢 如何用技术分析 做比特币的买卖点的分析 呃 这是一点 当然还有其他老师介绍比特币基本面 呃 那另外呢 20 初步定 3月24号 纽约 呃 我想跟杰森老师交流 千万别错过这个难得的大好机会 他不轻易出来的 然后待会马上欢迎Bren老师 TraineesFM.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好的 刚刚迎接完了 杰森老师 现在我们欢迎接 Bren老师 其实现在这个排名 我已经 懒得提了 你就第二名吗 难不成是 Wayne老师 哎呀 我昨天看我们有其他的朋友提议说是这个呃 你们的这个竞赛应该换成年度月度和周度了 这个样子的话大家还有重新回到起跑线上竞争的这个机会 免得现在已经安四百 其他要怎么追 对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不然的话你第二名 现在唯一要赢过杰森老师的机会就是 我们从头开始 呃对 年度还让他是年度第一 但是月度重新再划分一下 哦是是是是 好这个提议我们可以跟Wayne老师来 对 严密的商讨一下 我觉得可以 对 要把杰森老师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 不管怎样 对 那伯任老师 这礼拜还是大概50左右的一个获利率 我们谈一下 为什么最近都一直卡在这个位置 呃 是很好 我觉得 就是还好 因为这个周呢 我们看到市场连续性的暴跌三天 嗯 其实跌的非常猛 然后呢 呃 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那我觉得在这个市场当中 呃 我们不可能做到 走高 你也赚钱 降低 你也赚钱 可以了 但是谁都不是神仙能把人的那么精准 呃 我其实觉得说 如果在市场大跌的时候 能保持住没有太多的亏损 嗯 就已经不错了 其实我这个周呃 出现过一张单 自我试盘以来出现最亏损 最严重的一次 啊 就是 不用告诉我 我不告诉你 对 呃 但是呢 我坚决的止损了 所以这个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当你出现亏损的时候 哪怕 这个 你心很难受 嗯 怎么样的话 但也要坚定的止损 因为你看 我就即便止损了 是我试盘以来亏损最严重的 但是我的账户还是50% 完全没动啊 对 看不出来你资损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亏 因为我之前已经到60%了 所以就回调了10%了 是 呃 所以呃 出现亏损 坚决止损之后呢 我们还有机会重新再来 嗯 保住本金 是 那另外呢 很多会员朋友 还有我们投资朋友也关心 不知道老师你一直说 你长线 你觉得大盘一定会涨 嗯 你觉得美股 今年初以来这样的表现 你对于长期看涨 这个还是具有信心的吗 呃 在大盘暴跌千点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说过 短期看反弹 中期看长盘 然后长期继续看新高 那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以今天这个周的态势来看的话 中期横盘的格局已经确认 OK 所以中期就是一个震荡的横盘 是 并不是因为市场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消息 只是因为多空的双方开始进行一个角逐 嗯 那空方终究还会把市场让给多方 所以呢 我觉得长期的市场一定还是新高 大家之前所看到的那些科技权重啊 苹果谷歌 Facebook 我们都可以在今年之后的行情当中 重新的看到一个新高的行情 哇塞 还要找科技库 我对美国还是有信心的 你对美国还是有信心的 那所以 中期的这个横盘 也就是说今年是一个震荡格局 但是如果我们要长线投资 是不是还是可以买 你的意思 长线投资是可以的 继续长线去开一个大方向的投资 那么这个中期呢 并不代表是今年 也许是一个月以后 也许是两个月以后 我们会要随着盘式来走 这个中期是大中期还是小中期 这不一定 但是新高的行情 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好的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还是可以放心 如果您是要做一个长线的投资 看好一个好的标的 可以参考Mobillos的意见 一样可以长期的来持有 那以上呢 就是大家最爱的节目之一 CIX美洲华尔街的美股网红达人 广告回来 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千万不要走开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